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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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重装部队 从阿克赛亲冲下来 可以轻易而举地攻破印度首都心得理 在势如破竹的南下横扫孟买等印度经济中心地区 使印度再次战败 而且阿克赛亲紧临印巴争议地区 在印度在印巴战争爆发时可以有力地支持巴方 让印度站而不上陷入父辈受敌的被动局面 因此阿克赛亲是高悬在印度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国所拥有的这把利剑可以轻易地置强敌于死地 印度也清楚这点 所以 他多次要求中国把阿克赛亲给他 就是想避免被这利剑刺中心心脏 同时阿克赛亲是中亚的制高点 居高俯视中亚各国 仅可以制服中亚各国 会可抵挡中亚各种势力的渗入 就是由于中国拥有阿克赛亲 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印度怎么发展军事 他都处在被动防守 阿克赛亲牢牢控制着印度 保证了中国西南后方和新疆的几十年的安全 同时牵制了印度大量的人力和资源 大大延缓了印度的发展 因此 别看阿克赛亲荒凉 但从国家的整体利益来看 他的价值远远高于藏南和达瓦 他的一寸土地底得上 藏南和达瓦的一场土地 为了吃到藏南和达瓦这块肥肉 中国会掉很多肉 但握有阿克赛亲这把利剑 印度就永远受制于中国 因此当年毛泽东主席放弃藏南和达瓦 而坚决守住阿克赛亲体现了一个 伟人不同凡人的战略眼光 和他相比 现在那些主张放弃阿克赛亲 而要回当南和达瓦的人 真的是蜀木寸光的平凡之辈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